下禮拜六就要投票了 好像南地的衝突開始引發了 昨天晚上馬英九跟謝長廷都在新竹掃街 結果隊伍竟然發生了一些衝撞跟衝突 今天下午突醒著嘉義市的民進黨候選人 收集下站帖 在嘉義市黃敏會進行總部 前面開始也有一些推擠 到底真相是什麼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子 能不能喝止這一波的衝突 我們要共同來討論一下 另外五輪的節目 除了開放call in之外 昨天開始我們開放了阿開來的傳真 今天有不少的觀眾提醒了 一個點 他們說吳淑森最近生理都不錯啊 他應該討論一下 他是不是應該抓進去關 如果到時候他抓進去關 他的兒子跟女兒是不是可以扶牢獄 順便孝順他母親呢 這一點我們好好討論一下 另外啦 昨天晚上的一個消息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了 特徵子終於約談了陳志忠說 密訓了三個小時到底談什麼 我們等一下後來討論一下 那現在現場有八位貴賓 第一位是胡宗信胡大哥 親愛大家好 第一位是郭民眾發言人 現在台北企議員玉媒 各位觀眾大家好 神父熊神醫師 還有資深媒體人藍軒 大家好 張顯耀張維 還有經過民旗在辦案的預期 還有錫平 跟民進黨的中常委嘉青 來我們先來看 昨天晚上那個衝突是蠻嚴重的 一方面是馬英九的隨父 跟警察 還有跟謝長廷帶的這個隊伍 怎麼 不是總統大選 馬賽已經打完了嗎 已經選完了 為什麼開始又有些衝突 兩邊今天又各收各話 來我們看一下今天的狀況 我要再一次的譴責 謝長廷 可以為了個人的一個目的 造成的衝突 傷害到我們 善良淳朴鄉親的 這個 安全嗎 請你啊 要扪心自問 你也需要跟 我們新竹的這些鄉親 來說聲 對不起 只准馬英九掃接 不准謝長廷拜票 我們懷疑這個根本就是 特勤中心下令 如果是維護 總統安全的特勤中心下令 是由總統府指揮下令 馬英九所有的拜票 行程全部進空 如果這個樣子的話 簡直就進入戒嚴 候選人連走在馬路上 拜票的自由都沒有 只因為 你這個馬桶皇帝要來 來我們請之後 當然給大家看一下 昨天晚上那個衝突畫面 來先請大家顯料 人家民進黨講的是什麼 只有你們馬英九總統 可以掃接 人家敗票都不行嗎 有這麼嚴重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事實上很清楚 這個過去民進黨執政八年 阿扁當總統的時候 大小選戰他工兵士卿 帶著所有特勤人員 全部去掃接 是阿扁先開始的 是不是 那我們昨天掃接 其實很簡單 這件事情 我個人來看 民進黨的天王太多了 謝長廷過去陪候選人掃接 都沒有新聞性 所以昨天一開始 謝長廷先發簡訊給媒體說 謝長廷要去陪彭紹錦掃接 告訴大家 他要去 而且請大家特別注意 請媒體注意喔 有狀況喔 不要漏掉了 你說還沒還沒去就要提醒了 就提醒了 對 謝長廷的幕僚通知人家幹什麼 如果今天要的話 應該是彭紹錦 候選人去通知媒體 怎麼會是謝長廷 陪同人家去通知媒體呢 顯然 他早就準備要有這波衝突 因為 馬總統也要在那邊陪總掃接嘛 所以 整個的情況 我認為是民進黨去刻意製造衝突的嘛 有這個必要性嗎 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性 何況 今天民進黨團開了一個記者會 也是荒腔走板 請問一下 全台灣哪個候選人不等掃接的 請問哪裡有 沒有嗎 這很奇怪的事情 等我講完你再說話 還有我要說明的一件事情是 今天 我倒是覺得 國安局也好 警政署不需要道歉 道什麼歉 今天 國家有國家的法治 特勤保護總統的安全 你去挑釁到總統這個地方隊伍 要有必要嗎 何況 任何人都知道 選國局都知道 候選的隊伍 我們盡量都不要 不要對 不要都避開 今天 別人從這邊來 我們從別人走 對不對 兩方的群眾有激情 不要造成衝突 這是最基本的 大家都很清楚 有人會去衝突嗎 我認為這件事情 是民進黨刻意製造的 先聽一下 怎麼樣是刻意的啊 還沒去之前就提醒了嗎 第一 這個天王太多也是一個過錯嗎 這個剛剛顯耀的意思好像說 我們民進黨因為天王太多 所以這件事情是錯的 事實上新竹縣的這個選舉緊繃 這件事情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非常多的人去配彭少錦掃街 其實不只謝長廷一個天王 那剛剛他特別提到說 這個我們特別發給新聞媒體說 今天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是不知道是顯耀議員 是不是因為過去有這個國安 所以他的消息來源特別不一樣 就我所知呢 每一次的消息發出 通通是一致的 所以剛剛這樣的消息 我認為是顯耀委員呢 特別去做一個不實的指控 第三點 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剛剛提到說 哪些地方不可以在這個選霸法規範裡面 我第一次 雖然我選舉經驗並不多 等一下沈大佬也可以幫我補充 你怎麼知道我會為你補充 我說選舉經驗你很多 我意思說選舉經驗你比我多啦 但是呢 選霸法到今天為止 我還沒有遇到過 哪一次選霸法的這個規範裡面說 這個敗票是要4000申請的 這個是回到集會遊行法的規範啦 所以昨天新竹市的 新竹縣警局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我認為這是違反 違反了人民 在這個選霸法賦予的相關的權利 更何況呢 今天又發生一件事情 今天基隆市的某一個 所謂市議員候選人 他要在今天這個是進入第10天 正式選舉開始的時候 他要去選舉敗票 居然基隆市警局警告他說 你最好不要去喔 如果你去的話 你沒有機會遊行的申請 我們是會取締你的 這件事情已經發生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真的要請我們警政署 要好好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更何況這件事情 因為涉及到馬英九本人 我是認為說 去扯到2012 那真是扯太遠啦 但重點在於 過去有多少的國民黨 民嘴 立委 通通在批評阿扁 難道今天的馬英九 只是跟阿扁是同流的嗎 過去你們認為阿扁做的這個事情 是不好的 今天馬英九又在重複的執行 這樣是對的嗎 沒有 更何況維護總統的安全 跟去輔選 我認為這個是要兩個事情 兩個層次 沒有啦 以前阿扁 阿扁在當總統的時候 他的違安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批評他嗎 應該沒有啊 誰啊 我可以講嗎 我看到你 沉沉異動要講 沒有 讓沈一直講 我先說一句話 這個民進黨天王太多 是他們自己內部的事情 但是我要主要說一點 我想這個佳青可能不清楚 如果說謝長廷今天 你去輔選 刻意先發媒體通知媒體 我要到請你們特別到 可能會有狀況 這個就有暗示性 我特別要提出來 所以在這個事件來說 我個人來看 刻意去製造衝突 我們每一個天王都會發 來獲取政治跟選舉的利益 這個民進黨 就不是第一天在做這個事了 主席輪到我講 你也知道我12年選了5次 所以這方面 我也許還不算生疏了 因為今天我們來賓裡頭 沒有一個在現場 所以有很多細節 尤其兩方互相指控的部分細節 其實我們都不清楚 所以除非你有100%的把握 不應該把你的脖子伸出來 說就是這樣 要有點糞寸 那你怎麼知道 我沒有100%的把握 閃大佬 我沒有講你啊 你怎麼知道 我有講他沒有100%的把握 我有講嗎 我先提醒你 我提醒你嘛閃大佬 我剛才那句話 我是提醒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要有把握你才能講 哪有事先這麼早去提醒你 我先提醒你嘛 但平常你講齊凱 我不是很贊成的過度討論 這個從現在開始的各種 那個吵鬧 吵架 對立的那種場面 如果我贊成可以討論 但是不能過度討論 因為過度討論 我們在某種程度 是上了他們的檔 我們其實直接間接 是介入選舉 我們是幫了有心人士 一方面的忙 因為選舉到了最後10天 一定想盡 想盡各種藉口製造事端 尤其是相對弱勢 其實根據民調 我大概選不贏了 他一定會想辦法 那今天你看齁 衝突了以後 兩邊的黨中央也好 文宣部也好 黨團也好 都把矛頭指向對方的誰 就是2008年總統選舉的候選人 對不對 綠的指向馬英九 藍的指向謝長廷 兩邊的候選人都不見了 而且你看現場 有好多的鏡頭 我覺得彭少錦 彭少錦是跟我們徐家鯨 是同一個派系的 彭少錦是民進黨裡頭 少數跟我交情不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都說他是姑娘 姑娘跟姑娘喜喜喜 心心相喜 我覺得他很正派 你看他今天從頭到尾 都站著白眼睛 講講講講 沒在講報告的 我覺得他也很無奈 怎麼我在選舉 你們搞成這個樣子 主角被謝長廷 你們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今天兩邊的講法 就說你立向 你逆著交通的方向在示威 他說你這個違安過度 說來說去都講了對方的不是 這些其實我們都不要太認真 這些其實可以互相把它cancel掉 但是唯一的 我覺得今天民進黨的人 看在眼裡哪一點不爽 就是說因為你今天總統出面了 盾牌什麼都如果警力很強 就是總統的違安 但是這一點其實我可以理解 因為你剛才問的 當年阿扁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當然也是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欸那齊凱我問你 上個禮拜我們討論了好幾次的 總統違安喔 今天如果不這樣的話 總統違安稍微出錯 我保證你明天又拿出來說 總統的違安這為什麼搞的 所以總統違安這個樣子的話 民進黨尤其是市民在 居於選舉劣勢的時候 他看得到感受 看得到感受 看得到阿扎 但是我必須講 新竹市的 新竹縣的警察局 我覺得他維持當時候的場面 維持也不夠技巧 要我來指揮的話 我保證沒事 現在兩個問題 一個有沒有人事先去 預告或者挑釁 這是一個問題嗎 第二個更重要很容易 就會有答案了啦 你現在講說什麼 馬英九去的時候掃街 別人不准敗票 那以前阿扎去的時候 違安本來就是這樣 規格不就是這樣嗎 對我是覺得我們不在現場啦 所以我們是不是真的知道說 現在有提前去通知大家 要到現場去 而且還警告說 會有一個特殊狀況發生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但如果說你說 這個謝長廷發通知 告訴媒體說 我會去 這點我可以完全理解 因為整件事情 你會發現說 其實謝長廷 希望繼續的去 在政壇上面 讓大家不要忘記他 甚至呢 有打算要重新 重出江湖 因此去加溫 我覺得這樣這個意圖 事實上是還蠻明顯的啦 他今天等一下 我們給大家看 部落格上面說他被打 被打 那這個可能就更嚴重 至少掉出錄影帶來 這部分是完全可以看得清楚的 所以我覺得謝長廷 在這樣子的戰役上面 剛剛沈大佬講到的 彭少廷似乎有點靠邊站 似乎比較沒有角色 我覺得這有一點點啊 這個就是主客異位啦 有點揪戰 揪戰雀巢 對謝長廷來說啊 難怪大家會講說 昨天難道是在打一個 2008年的 沒有落幕的 總統延長賽嗎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 謝長廷他到底 是不是應該去搶了 候選人風采的一個問題 但另外一個問題 為什麼謝長廷 可能會去搶到 彭少廷的風采呢 那是因為新竹縣目前看起來 確實緊繃 但緊繃 不是緊繃在藍綠之間 而是緊繃在兩個藍的之間 張碧琴跟邱靖淳 確實緊繃 但是呢彭少廷 你真的去看 每一個媒體所做的民調 我坦白講 彭少廷是遠遠的落後 目前看起來 大概百分之十五個支持度 是差不多的 但另外張碧琴 跟所謂的邱靖淳 兩個人是百分之三十 互有領先 所以我覺得就這樣一個場 這樣的情況 和氣氛來看的話 包括我們待會要談的 這個嘉義士 我覺得確實在這兩個地方 看到的衝突 都是因為落敗的那一方 積極性的希望能夠造成 一些選舉話題 而進行肢體上的衝突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的話呢 其實如果我們去談到說 跟總統的維安有關 跟甚至說極有法的申請有關 我都覺得是離題了 因為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呢 我覺得極有法是可以討論的 強制報備啦 自願報備啊 這份到底需不需要 但重點在於說 邱靖淳是有申請的 民進黨是沒申請的 這是第一個事實 第二個事實是說呢 到目前為止呢 看起來像是要去 進行肢體上的衝突 這也是一個事實 那我必須跟大家 談了一點在於說 我們選舉到現在 那麼多年下來了 各自向選民進行訴求 這是一個天經地義的好事 為什麼非要彼此之間 兩軍對陣 而且呢 兩軍進行這個轉兵相接 才能夠真正達到 他這個選舉的目的呢 我就非要這樣 那個肢體衝突 不才叫做台灣進步的 一個選舉方式嗎 來那下去先講一下 我想在座各位 有經過選舉經驗 大概現在在場 有些人是完全沒有的 事實上選霸法 在一般的辦票跟掃接 即便進入了 所謂最後的選舉階段 也是不用的 因為他這並不是 一般的所謂 極有法的規範範圍 所以這第一點 所以邱靖淳有去報備 這事情老實說 我要打一個大問號喔 他可能是去申請 警力幫忙協助維持交通 但是這跟極有法的申請 包備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喔 那第二點就是說 在這件事情上 即便是弱勢的一方 由心想要積極的去做一些 能夠對他有利的動作 但是我們反個角度來看 今天貴為執政黨的國民黨 家大業大 難道在這件事情上 已經都有總統級的為安了 那市警局還需要再做 這樣子的一個處理嗎 所以我贊成剛剛沈大佬所說的啦 在這個新竹縣警局的這個指揮 以及他事後的回應上 我都認為是極為不當 他尤其提到了說 要申請集會遊行 這根本是天錯地錯啊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今天我說基隆市發生那樣的事情 絕對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 小張玉美來一下 來玉美 我說實在其實 這個元首級的 這個出來輔選 其實滿久不是第一個嘛 之前阿扁身為總統 他也常常出來輔選 而且他非常熱衷於輔選嘛 所以其實說實在的 我想我們在座有幾位 就像家禽講的 我們幾位有選舉的經驗 但是其他人也有輔選的經驗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如果當你候選人要掃接的時候 你是必須要提出一個路線圖 去跟警察局報 沒有說要申請是沒有錯 但是至少你要報備一下 因為你必須經過很多的路口嘛 所以事實上來講 你說像這一次 更不要講總統要出來報名 陪同掃接的時候 那我們大家其實 走的路邊大家都知道 總統要走什麼路線 因為維安都會事前先來 先來掃過一遍嘛 所以以前是陳水扁 要到的路線 你當然要躲開來的 不是大家都很清楚嘛 所以基本上我們沒有說 喔是不是皇帝出群 所以我們都要讓開 但是基本上 大家都會基於彼此的尊重 如果你沒有那種挑釁的心態 那大家就說 最好大家都稍贏一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你兩兵相接一定會 欸分外眼紅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馬英九的路線 其實早就大家都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說他要走什麼路線 因為他這個其實他的路線 行程是公開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 黃帽警真的 他也剛好安排了要掃接 好那反正新竹線這麼大 你一定要在那個時間 去走那一條路嗎 那我覺得其實真的坦白講 這個警察局真的 他們就像陳如剛剛那個沈大佬講的 你的協調能力在哪裡嗎 你是不是說稍微參與一下 不然你稍微半點時間 沒有說那一條路不能走 但是要不要慢個半個鐘頭 大家錯開一下 就可以避免這樣不必要的衝突 那如果一定要走 那我們就只能去講說 是不是因為真的他的民調太低 因為從十月份 十月份中時的民調 到TPPS的十一類的民調 到聯合報的民調 黃帽警跟邱慶成的民調 簡直是只有他的三分之一嘛 所以大家其實選到目前為止 大家知道新竹線誰在選 可能大家都知道 只有邱慶淳跟張碧晴兩個人在選 可能大家都忘記 還有一個叫彭少錦 因為我們昨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還有人把彭少錦講成 是要在桃園選的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也很可能 你知道嗎 做到一個好選人 跟今天又說 他搞不清楚他在哪裡選 所以基本上 我認為說 他事實上來講的話 你今天如果不是要借這個機會 因為通常都是民調低的人 想要去挑戰民調高的人說 看我那集新聞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情的衝突 應該是可以避免的 我很快30秒釐清一下 因為剛剛佳慶跟玉美的講法 就是說要不要申請登記 他們兩個講起來 表面上聽起來 是有一點不一樣 我現在請教玉美一下 比如說我們明天 在永樂市場門口集合 然後掃這個敵花街 這個不要申請 也不要登記 那個路線圖也不用給警察局 但是最後三天 車隊遊行 那個遊行路線 是要給警察局看 沒有錯 那個家庭應該是這樣 沒有錯 對 完全證券 好 所以是可以避免的 那現在重要的是什麼 今天民進黨的黨主席 蔡英文出來講了 他說這次為什麼會有衝突 是執法跟違安過當 所以馬英九要負責任 甚至民進黨立法委員講啊 那以前阿伯沒有這樣 馬英九是這樣嗎 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下 我們再回來